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條片講的是一個網絡人 叫做點曲街 他這陣子原來在連登很多人追擊他 點曲街都有人追擊的 我覺得點曲街有人挺好的 形象沒什麼 一個會煮菜的男生 他又不MK 還看不出他挺健碩的 近來他在Facebook 看到他一張自拍的照片 那些肌肉厲害 一塊塊 體肢應該剩下十幾個百分 看不出他這麼喜歡煮菜 原來也有健身的 這些身材不是瘦出來的 一定是粗出來的 你看到他有空肌、腹肌 手都不是說流料的 但我自己本人就沒有看過他 放一些做運動的片或者照片上網 我不知道他怎麼減 我估計 我估計大部分人都是做Hit的運動 我估計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bodybuilding的身形 就不是他這隻的線條 因為他有線條 又不是很大隻 當然有些網友就說 為什麼肚子這麼突然 又有腹肌這麼奇怪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的 有一個很出名的健美選手 叫Ron Coleman 拿了很多屆奧倫巴克先生 他也是這樣的 水牛肚 有些人就說他裡面的福康的容量是比較大 其實我自己也見過這些人 我感覺上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點曲家是不是這個問題 我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的骨是小的 我是小骨的 我盆骨也是小的 如果跟我一樣高是1米8多 正常人是橫過我的 有時候你見我跟熙哥拍錯 我自己看鏡頭 我覺得我跟熙哥差不多高 我覺得自己真的是小骨 我的確是小骨 中國人叫這些單骨 如果盆骨大的人 上面腰的位置是比較寬 我認為通常有水牛肚的人 其實他的骨架是比較大的 尤其是盆骨是大的 除了有水牛肚之外 就會大屁股 為什麼 最近在網上很多人講他幾個話題 那些話題很爆 說他在網上找SP 我這條片可以說叫拋磚引玉 我今天先講他的身形 跟健身有關 今天的話題 讓大家有什麼詳細的資料 在下面報料給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連登看到有人 就說他 想Spring的風向 讓人不要說他在網上找SP 那件事 但我又見不到SP的證據 說他怎樣撩女仔 那些什麼CAP圖 有人說說有這些東西 但我看不到 如果有這些證據 就麻煩讓我看看 那件事我不是太清楚 不清楚就不說了 但是 粗東西的我就很清楚 我覺得他玩得挺好看的 你問我 戴口罩 現在很多男生都是 如果有肌肉的話 戴口罩是有點忍者的感覺 我經常覺得自己粗東西的時候 戴著口罩 都在幻想自己是忍者 他是算粗得挺好的 起碼體脂低有線條 但是有人批評他 除了水牛肚之外 就說他是矮 就是說他長得不高 男人來說 都頗介意這件事 我見過一個 我見過一個 雖然不高 但又不是特別矮 我看他都好像一米七幾 他沒有一米八幾 他不是高 但他不是很矮 他不是很矮 以我記得是這樣 見到有人討論健身 就說 去健身室見到矮子 這麼用心操東西 見到他都心說 真的 關你什麼事 對不對 我又不會這樣看 因為我小時候 也不是小小 其實我18歲的時候 玩健身 我認識一個師傅 他都不高 都是一米七幾 但他教識了一件事 其實越矮的人 是越能夠操得大隻 你看很多見尾先生 例如有些很出名的 有一個叫李巴勒 五尺四寸 矮的 但是很大隻 他的身體比例 比很多六尺的高佬 如果以見尾的角度 因為矮的人 是容易上育的 如果矮的 加上他是大骨架 他是很容易大隻的 槓桿原理 大家一起都舉個50磅 手長那個是難舉些 支點力點的關係 所以矮小的人 又好力 又容易大隻 因為這樣 所以令到我相信 魔界不是說 有些族群是矮人 但是爆炸力很強 拿著斧頭 事實上是真的有這些人 矮的人 在某方面都有好處 你說打架 有些人說 一寸長一寸強 打西洋拳 就是 打台拳道就是 如果同磅數 他比你矮 你知道最煞食不是這些打擊技 最煞食是關節技 我這麼高 我那時候想去學柔道 我爸爸學空手道 他叫我不要學柔道 為什麼 你這麼高 被矮小 容易掛你上身 又打你落地 沒有好處 真的沒有好處 人家的重心低過你 你看MMA 要鎖你落地 第一件事是怎樣 縮住人 走去抱你的腳 一抱就睡了 大家鬥快 快你不夠快 矮小一定比高老 所以你真的不要看不起矮小的人 如果他懂得打架 這位師兄說 肥瘦都可以操到fit 但是高度就是死症 無論怎樣操都很難追求女 就算你比平常人努力 你都不會夠1.7米 1.8的那幫人厲害 他們天生體質好 玩得比你好 到底矮是否不能夠 其實這個人就是求救的 問的 他自己都是173cm 173cm也不算矮 普通身材 不算特別高 矮是否追求不到女 黃祖南呢 又矮又不帥 他老婆說自己冠軍 是吧 不關事的 張偉健的矮 他老婆也很傻 郭富城也很矮 不過三個都有共通點 就是有錢和明星 哈哈 是啊 你那件事 梗局的了 沒得變的了 當然要靠其他東西去吸引而成 其實矮仔是很容易追求高妹 他高而已 他遺傳基因高而已 但是他有些東西 你有他是沒有的 矮仔多計 小顆那些是聰明一點的 事實上真的 未必是聰明一點 可以這麼說是滑頭一點 四肢發達就頭腦簡單 其實有根據 為什麼呢 如果一個人 從小到大都是高大 就是寄安 就是伴父 那他從小到大有什麼需要解決 對他無力解決 有什麼說不行就打過 就欺負人 弄不開的東西就弄壞他 撕壞他用力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但是矮仔為什麼多計 高那些 伴父那些欺負什麼 當然欺負矮小過他那些 那些人基本上從小到大被欺負 他不是這麼滑頭 他生存不了 所以矮仔是會懂得想多些方法去生存 而為什麼說那些高妹會特別喜歡矮仔呢 你看看那些高的人 那些高妹 他們的面骨 其實不只是男生 他們的面骨好像長大了 你看看姚明 某些NBA球星 其實黑人很難看 黑人本身的腫子都可以扯到這麼高 你看那些亞洲人就最能看得到的 姚明 1米9多以上 鬼佬都很難看到樣子是怪的 但是你看 七尺多的那些鬼佬你就能看得到 以前有個NBA球星叫巴特利 七尺七寸 樣子又好像生得壞了 歪了 沒有矮小的人的輪廓這麼精細 這些是遺傳學 如果他除了矮之外 有另外一些優點 那個高妹是沒有的 一樣是很容易混得到女的 但是 如果矮 又要肥毒七窮 那就沒話說了 你現在只是研究矮而已 今天 那位師兄就說 高的那班人 懶著玩都可以玩得漂亮 這個就完全不認同 沒有關係 跟身高是沒有關係 跟基因是有關係 你本身 你那個紅肌白肌 那個身體比例 紅肌就是耐力 白肌就是爆炸力 我不記得有沒有反轉 我二十年後 回到健身學校了 如果說錯了 你糾正我吧 說那個肌肉比例 有些人 爆炸力的肌肉多些時候 他的身體是會 減少的 即是肌肉線條 我問你 是厲害的 如果本身人的脂肪比例是高一點 大家做同樣的事情 他也是肥底 他也是沒有線條 那些人就要更加後天的努力 這個跟高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跟人種 跟你本身的基因也有關係 人種也可能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 大家都是亞洲人 大家都是唐人 可能你又不夠他漂亮的 所以都是一人人的 有些人就說 生得高大隻又怎樣 生得高大隻就是做保鏢 他說矮的可以用錢搭救 這個拿來講 又講另外一些事情 如果大家是 大家都沒有錢來計 你說高的可以做保鏢 矮的就是保鏢都沒得做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 踩任何一方 高的要踩矮矮 要踩高的 我覺得這樣不健康 理性的討論理性的分析 我覺得各有優點 然後人們就說 什麼 生得高就做保鏢 然後他說矮有錢可以搭救 如果女兒不濕 是不是濕美金可以搞定 那我們就不是研究這件事 有些人就說 矮仔只能夠用手刮多少寸去滿足自己 任由他們 我覺得不關事 高矮都會量自己手刮 如果你一起玩健身 那個人矮你三寸 大家粗的東西一樣 吃的東西一樣 他大隻過你 手刮粗過你 是正常的 如果吃的東西一樣 因為你高過他 你肌肉分佈 是沒有他那麼集中的 這些是人家的優點 你不可以說 他們只能夠拿自己的 肌肉寸數來打飛機 不關事 神經病 現在看到的留言 真的明白人們很喜歡在網上互相攻擊 然後有人就吵咬我樓主 173也說 哎呀 你吧 173真的不算矮 但是高矮也是比較 我最怕那些人很討厭 我那時候小時候 我遇過一個人很討厭 為什麼每次都被我遇到這些人 我喜歡的時候 我1米7 喜歡的時候170 那個師兄其實大了我兩年 他173 那些年輕人很喜歡用這些來炫耀 走過來就說 他認識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一走過來就 跟我的朋友說 你的朋友這麼矮 蛤? 我1米7 我的朋友只有165而已 他173就說 我你的朋友這麼矮 有些人很討厭 只是懂得拿這些東西 高度 身材拿來做自信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做人是要 如果我做得到的 我要做到 每樣都很好 唱歌 做運動 營養學 口才 創作 我做到的 我有能力做的都做好些 我不想只是 別人說我 喂 你高而已 你1米高而已 好像覺得我其他沒有了道 所以我以前去海洋公園 做事 夏天我不穿背心 我穿背心的人 就會只留意我的身形 那時候年輕人是會這樣想的 我要幾樣東西全部都比人厲害 自己才可以叫自己做厲害 不要經常在這裡執著那10cm、8cm 你看那些馬跑馬 不是大隻那隻就跑得贏 人不是只用這些來做自信心的 說回那條賤人 剛才忘了說完尾 那個人在我朋友面前說 你朋友這麼矮的 又過多一年了 我又高過他 我175 他還是173 他見到我又頭倒倒了 整天都有這樣的情況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他那個潛意識 會懲罰他自己呢 因為他很關注自己的身高 所以他看見別人矮 他覺得自己很有優越感 就可以這樣串狡人 但是如果大家 之前有聽過我的影片 就是告訴你 人裡面有個潛意識 你說的什麼 做的什麼 你是會懲罰你自己的 潛意識 有個善惡在裡面 有些事情你做了是壞事 就算你受不到法律的制裁 其實你都會做噩夢 或者身體有些疾病 反映出來 是懲罰你自己 所以我覺得 人的事情真的不要這麼招職 所有事情都是 平常心淡淡研究好了 說回那個高矮問題 這句就絕了 他說窮是一時的 矮是一世的 可能覺得自己矮的 給大家聽到也會很傷心 這裡講一個可以解救矮的方法 很過分 很出貓 告訴大家 其實1.7米 量度出來都可以變成180 你告訴別人 高和矮 真是誰享用 對不對 你自己享用而已 我告訴你 其實我這個髮型 其實我這條邊扎高一點 我扎高一點 我試過去量度 是高了足足4-5cm 這條邊 就是扎中一點 喂 你量度高 你量度這度嗎 你量度一個生物物質最高的一點 有些人就說 脫鞋量度 穿鞋量度不算 屌你到底考試? 高度你自己嘆的 你自己告訴別人 我米8 不用經常說 你不穿鞋 沒個箭 只有1米79 我那時候中四中五的人 很喜歡說這些廢話 又說那些模特兒 又說怎樣 要脫鞋鎖 脫你媽媽的虧 當然不是 個個都是假的 個個都是報大數的 1米8說自己183 183說自己185 好像女兒一樣 36、24、36 明明35 說自己36、24、36 明明自己26串腰 說自己24 男女也是在玩這個遊戲 不用這麼誠實 這些東西是擺門的 這條邊可以高5、6cm 再加上一個隱形鞋墊 鞋墊塞在鞋裡面 我告訴你 郭富城也是這樣做 我跟郭富城拍過很多次戲 我見過他換鞋 開頭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說其實郭富城也不是這麼矮 之後直到他換褲 因為他很不介意在別人面前換褲 一搶了一雙鞋之後 我明白了 大家可以看回當年有部電影叫做小親親 就是陳偉林和郭富城 他們很多場是談情的 大家對望的 郭富城是高陳偉林半個頭的 雙鞋全部都是踩木箱來拍的 看網友的留言 很多都是串來串去 有些說高佬有什麼不好 有些說矮仔沒用 高到臉紅了 青筋爆了 肌肉線條也有 不過只看你的款式 就像小人國一樣互串 我自己覺得 人與人之間就是貴乎尊重 其實高是身高 又不代表這個人有什麼高人一等 對不對 看的都不用這麼自卑 試一下剛才教你那個方法 你用完那個方法 放了鞋墊 留長頭髮 綁在旁邊 去度過 你再鋪上網告訴別人 自己高10cm 或者你自己已經滿意了自己 高了10cm 其實你以前想著 我現在1米7 如果我的米8 我就怎樣怎樣 當你度過出來 你真的有1米8的時候 你會覺得米8又真的這麼好嗎 很不愛如是 我想告訴大家 高不是特別了不起 我們那時候在電視台 有個師兄六尺三吋 從小到大的人都說他很高 我自己告訴你 我不喜歡人說我高 這個我稍後再說 那個師兄 其實那時候就說 高有什麼用 我每次拍戲都會抹腳 我也是 如果我要遷就希哥那些 拍一個鏡頭 如果他不踩木箱 我抹大隻腳就要遷就他 如果兩個相差太遠 到胸口這樣 很肉酸 好像借個殺手不太冷 那個Leo和那個小女孩 有些戲做不到 那他就說 太高是沒用的 因為 電視台的女生 有些不是太高 1米6幾 高的不是1米7幾 那個師兄1米9幾 加了20cm 他入到電視城 從來都沒做過 男女感情的戲 他做來做去 都是做那些保鏢啊 做那些騙徒啊 惡漢啊 沒辦法 身高限制角色 其實什麼身高也好呢 1米8左右夠 1米8左右夠 如果大家有進過電視台 穿過那些戲服 其實那些戲服是大家穿著的 很多小生的戲服 就是Bosco 浩迅 大波謙那些 全部都是1米8左右 因為那些戲服有他們的名字 那你會發覺 原來 一個小生 一線小生 叫做男主角 那些身形都是1米8左右 不需要說太高大 如果你有見過馬德忠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很高 是啊 其實有點怪的 太高和太矮 都解不好了 最重要就是適中 互相踐踏 都不是一個好的方向 我覺得 你說粗野 尤其是健身 貴為尊重而已 你看到別人 辛苦舉臉都紅了 你自己也粗野 你也知道別人付出了多少努力 大家在健身室 不應該把焦點放在身高上 而且 也不應該跟別人比較 健身是修自己的 健身健心 像胡力威所說 別人有這樣的成績 就像點曲街一樣 照到鏡子 腹肌很清 我作為一個健身的人 我也是欣賞他 我用欣賞的角度 我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他的身高 令他的身形減了分 不是這樣的 你真真正正 是懂得欣賞健美的人 你自己的健美選手 你也會懂得欣賞他 如果你能夠做到那個境界 我可以踐踏他人 才能夠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其實才是一個有自信心的人 你的健身才會白煉 因為如果你覺得高人家幾寸 又不斷寸多一些矮的人 說別人這樣沒用 浪費氣 看到你們就心臭了 操練那麼久 窮一輩子 如果你的心 還會是這樣 以別人的缺點來建立自己的自信 我告訴你 你的健身根本上是白煉的 你是浪費時間 你練了那麼久 你只能夠踐踏他人 才能夠建立自信